如果用水深火热来形容去年的骑士场 那今年就是生死存亡 增量电存量再加上自主合资新势力的大端斗 已经不能用一个卷子来形容 所以走出国门内外兼修成了不少车企的最优解 巧了我们将要体验的就是这么一款产品 只不过今天只能看不能开 零跑C10 和以往不太一样 这次我是带着几个对于新能源车而言比较重要 并且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来的 主打一个文准很 零跑C10瞄准的主要用户人群是年轻人 因为什么 你看看 因为它从头到脚都很年轻化 C10采用了最新一代零跑Lib 3.0技术架构 同时它也是这一架构下首款全球战略车型 延续了C系列的双动力战略 提供了增程和纯电两种选择 价格一直都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 以前是 现在更是 零跑C10这款车呢 今年1月份正式开启了预售 其中啊 增程版车型呢 预售价是151800到181800 纯电车型呢 稍微贵一点点是155800到185800 至于大家另一个比较关心的也是它的竞品方面啊 从这个预售价来看呢 将会和传统阵营中的比亚迪Song Plus展开一个正面的冲突 而从车型的整个定位上看呢 将会直接瞄准新势力中的理想L7 现在的性能源已经这么卷了 所以对于新选手而言呢 如果没有什么核心的优势 根本站不住脚 就更别提什么抢占市场 至于C10的核心竞争力呢 我总结了一下 就是年轻化的设计 足以让你眼前一亮的智能化 出色的空间利用力 以及让你放心的动力和安全性 接下来啊 咱们逐一展开 全新的前脸 封闭式的隔山 纯电和增程的差别不是很大 全LED光源的贯穿式前灯组 增加了辨识度和科技感 对了 还有上面那个小机脚 激光雷达 没错了 4739毫米的车长 2825毫米的轴距 体型不算大 虽然车长呢 比Song Plus稍微短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啊 轴距更长 所以啊 车内空间还是很可观的 隐藏式的车门把手 支持NFC的功能 圆润的尾部轮廓 贯穿式的尾灯 还是很有调性 极简内视一眼看过去 除了两块屏 基本上也找不到什么别的 液晶仪表 10.25英寸 分辨率1902x720 几乎你能够用到的行车信息 都能显示 2.5K中红屏 14.6英寸 窄边工艺 最窄的地方 只有7.2毫米 当然了 刚才那些呢 都是前菜 因为当大家还在卷855的时候呢 它已经内置了8295 搭配Leap Moto OS 全新UI和丰富的应用生态 真的很点 此外 C10还提供了 OTA升级 Face ID 语音交互 和手表 手机 车帘等功能 方便 极其方便 刚刚说了 虽然C10的个头不算大 但空间利用率 却达到了66.8% 而且啊 第二排的腿部最大空间啊 达到了1050毫米 坐垫的长度呢 也有514毫米 真的是空间舒适 两不误 还有啊 就是这个2.01平米的全景大天幕 躺在上面 看看天 豁然开朗 0.410呢 提供了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 驱动电机都是170千瓦 其中啊 增程版车型呢 它的WRTC纯电续航 可以达到140公里 最后就是智能驾驶辅助了 凭借着30个智能传感器 以及254TOPS的算力呢 让C10这款车呢 具备30项智能辅助驾驶功能 让开车这件事变得惬意和安全 内卷家具的时代 我觉得领跑C10呢 像是一个新的卷网 凭借着诸多越级的配置 形成了核心竞争力 我觉得在这个时代 真没准能来一个内外开放 感谢观看